早安 然後請問 主持人 早安 早安 第一次到大香港主義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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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聽不聽到 課金巴也給點反應 看看看不看到,聽不聽到 現在checkroom有沒有反應? 課金巴有沒有反應? 課金巴有沒有新反應? 課金巴沒有新反應,checkroom有反應 這節說什麼呢? 這節就說說 俄羅斯廚房佬 俄羅斯廚房佬 普利哥 普利哥,什麼? 普利哥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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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的僱傭兵團 整個華格納集團 其實 之前去了 兵鑑 普京 兵鑑完之後 就調停了 然後進入了 白俄 白俄 整個白俄羅斯 接收了整個 華格納集團 變成了 很搞笑的 變成了一個 教育機構 去訓練 白俄 白俄 好像是安全了 白俄 似乎是安全了 但當時我評價 沒有理由 你說 雖然那件事 新信息 什麼新信息 入沙漢報龍馬日本語斑 好 大家都報日本語斑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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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 沒有理由 為何會 這樣放過他 當然 當然 當時的形勢 當時的局面 就是整個華格納集團 徽軍 由烏克蘭 徽軍 兵鑑 長驅直進 直到俄羅斯首都 直殺到進去 沿路 受到的阻擋也很少 變天 但問題就是 最後又不變天 最後 又臨近 去到這個 可以去到 去到變天的時候 接著又收兵 收兵 然後 似乎就是 白俄羅斯介入 就滑船了 而這個 普利哥津 就說 他其實不是想叛變 他不是針對 他其實 都是禮派的 清君側 其實不是說 普京 對普京 沒有投訴 我幫普京煮這麼久的飯 是吧 我也是普京的 我也是普京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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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用廚師 御廚 我當然是忠心緊緊 但問題就是 他身邊的混蛋 就不是 這個 國防部那些 混蛋要清算 好了 就做了這個 氣氛 做了這個 說法之後 但是這樣 是不是就是洗脫島呢 但事實上 你真的發動過兵變 其實你是叛徒 你一個能夠做到這件事的人 發動過這件事的人 而且最慘的地方是什麼 最慘的地方就是 當時他是受 受民眾歡迎的 因為民眾也覺得 俄羅斯也有很多問題 普京身邊的各樣東西 或者是烏克蘭戰爭 帶來這個 經濟制裁 對俄羅斯也帶來很大的影響 其實也是很大的問題 有人如果推翻這個政權 甚至乎 就是歡迎 好了 接著 但是這個兵間 或者這個兵變失敗了 接著我就說 喂 沒理由就這樣放他走 雖然你說是華格納集團 各樣東西 你是正式編為正規軍 又或者有些人要去流亡 要各樣東西 OK 你軍隊有些人 你可以放過他 或者可以讓他改過自身 但是首腦 你沒可能會放過他 如果你清算不到他 就證明你的實力很大問題 即是俄羅斯和普京 我一直都奇怪 為什麼就是 為什麼就是放過他 直至昨天 就出了一個這樣的消息 就是這個俄羅斯民航局 就證實一架私人飛機 就在莫斯科北部地區 就墜毀 造成這個十個人的死亡 而其中裡面 就包括了這個普利哥津 這個普利哥津 這個普利哥津就在一個私人飛機上面 包括了他的助手 和華格納的指揮官 這個烏特金 這個他們就是 他們出席了一個 俄羅斯國防部官員的會議 即是去完俄羅斯 去完俄羅斯 那架飛機就是俄羅斯飛往聖彼得堡 即是在俄羅斯起飛 然後就坐私人飛機 即是他去了俄羅斯 他夠膽去俄羅斯 開會 他夠膽去俄羅斯 即是他覺得去俄羅斯是沒有東西的 他開了什麼會 就不知道什麼事 就不知道什麼事 但是他就不知道為什麼 會在一班俄羅斯 飛往聖彼得堡的私人飛機上面 然後這架飛機就墜毀了 那就死了 好了 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都去問一個問題 就是 到底他有沒有死 到底這是真死還是假死呢 我就傾向相信 我覺得是真的死了 哦 因為 叛徒是必須要收拾的 叛徒是絕對需要收拾的 但是他覺得 這些廚房人想事情 也不知道怎麼想 其實就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去到一個 俄羅斯的國防部會議 他覺得就是 啊 除非他就覺得 除非他就覺得 其實這個 這個是 這個就是 統治力的問題 統治力的問題 就是 你去撤上 你去撤上一件事情 就是 首先我先解釋一個原理 給大家聽 就是 在一個戰爭裡面 你可以原諒你的敵人 你可以原諒那個交戰的對手 嗯 叛徒是絕對不可以原諒的 因為 因為叛徒是沒有 因為 很簡單的一件事就是 任何戰爭 都有和談的空間 背叛沒有和談的空間 這個大家要記住 因為一旦背叛了 有什麼人可以背叛你呢 你的敵人是背叛不到你的 你明白嗎 是 能夠背叛你的 一定是你的合作夥伴 能夠背叛你的 一定是得到你信任的人 就是因為 你信任他 或者他取得你的信任 或者他有一些 叫做 他掌握著一些 你可以的 可以掌握的 就是 可以 叫做 叫做 能夠對付到你的東西 他才有機會背叛你的 就是 他掌握著你的 你的兵權 掌握著你的交易 給他的兵權 他才可以背叛到你的 不然 他背叛不到你的 如果有九五八八的人 他背叛不到你的 而一旦背叛了 就不能回頭了 如果你本身是敵對的話 我們還可以 扯戰扯和 我們還有一個 甚至乎可以合作 但是叛徒沒有合作的空間 因為信任這件事 一旦破壞了 他就不能收服 還有 還有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可以容許一個人 背叛你的話 你就沒有管治的力度了 如果一個人背叛你 沒有後果的話 所有人都可以背叛你的 那麼你在統治這件事 你在統治這件事 或者是領導這件事上 你就完全沒有權威了 你就完全沒有權力了 所以 伴徒只能夠死 伴徒只能夠死 伴徒只能死 伴徒是甚麼 光顧開倉 入沙陽人報 知不知道 台拳道班 也是報台拳道班 也好 背台拳道班 非常之好 還有就是 開倉賣東西 用沙陽人付錢 這次開倉好像未可以用沙陽人付錢 那報班 下次就可以 因為最近有些 我都忘了 其實這次開倉應該要用沙陽人買單 但是暫時這次未可以 系統未設定好 下次開倉就可以 下次開倉就可以 大家明白一件事 這個道理我講過給大家聽 上次普京就這樣放過普利哥津 我就覺得很奇怪 很奇怪 很奇怪 這樣放他走? 沒有理由 因為 剛才的原理就是 尤其是你現在還和烏克蘭彈仗 有一個人這樣 揮軍 去到你 兵臨城下 去到你家樓下門口 這樣 這樣你都放過他的話 你管治威信何存 好了 那件事是怎樣 件事就是 OK 我覺得件事是這樣的 其實我覺得普京的統治力 其實就去到很低了 如果統治力不低的話 上次 白俄羅斯就算介入也好 正常的做法就是 OK 整個華格納集團 那些人 讓他去白俄羅斯 放過他 沒有問題 就是說華格納集團的軍隊 僱傭兵 要歸順的 歸順正規軍 可以歸順 其他要流亡的 都可以讓他流亡 但是主事者必須死 哦 理論上 那個刁應該是這樣的 主事者一定要留下 主事者坐牢也好 他未必立即判死刑 但是主事者一定要留下 一定要留下 其他的就任由他 等於我上次就是講 我上次就是講 喂 就算是最硬中心的人 就算是以張學良為例 張學良 就算你不殺他 你也不能放過他 沒有 因為如果你放過他 就屌你了什麼 就是毫無威信可言 嗯 就是毫無 沒有剛己可言 叛途必須死 叛途必須死 好了 但是上一次就是 普京因為統治力實在太低 他竟然做不到這件事 他竟然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 他唯有 因為他的實力不夠 內憂外患 沒有錢 沒有軍力 沒有權力 沒有權力 各種事情 捉金見爪 你說現在忽然間 就說不行 我反面了 我一定要殺死這個普利哥樽 做不到 做不到 做不到就已經是 煙不下這口氣了 好了 那你廚房佬 混賤廚房佬 你混賤廚房佬 你混賤廚房佬 你現在死廚房佬 你現在就走來 你怎麼攻打我 你怎麼 你怎麼 反過來槍頭 倒過 打到混賤 打完一大輪之後 然後說我不是這個意思 他說我打還打 但是你明白 好像阿菲那樣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你又收拾不了他 你的氣是相當不強 但你沒辦法,形勢比人強 然後你又在俄羅斯搞國防部會議 那些E-mail 白俄羅斯又徵封信過去 他真的來了 我寫了他 他真的來了 你明明那部電影是否不強 之前就沒有辦法整治你 你現在開會 然後就說大家都提提國防的意見 他真的來了 他還要給意見 你生氣嗎 這件事很多人都說是假死 又或者做過消息 可能假死就讓普利哥津去 普利哥津去逍遙自在 然後自此就沒有了這個人 那華格拉集團就被白俄羅斯吸納了 那就算了 普京你沒有能力去對他 你就保住他的面子 或者你也很愛惜親信 但是他只是犯了錯 你用一個方法 讓他滾過 我覺得不可以 我覺得不可以 真的被炸了他 不是 他最討厭人的地方就是 他回來俄羅斯 好了 你之前打到我混蛋 你之前打到我混蛋 你之前打到混蛋 你之前打到混蛋 半變 我當時沒有實力收拾你 我算了 你又駕駛黑車 又裝甲車 民眾又支持你 我動不了你 沒有辦法 好了 接著 白俄說要收留你 沒有了 你過去吧 你過去吧 好了 收留你也算了 其實我的電影就沒有了 但你要記住一件事 你要記住一件事 因為 你要記住 普利哥津始終是一個廚房 嗯 正常來說 那件事就結束了 你去白俄羅斯 然後 你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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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 普京也沒有空 走來 搞你 難道派人去白俄羅斯 暗殺你嗎 你也搞不了那麼多 而且你又怕得罪白俄羅斯 好了 但 問題是甚麼 問題是 你開會 我不知道開甚麼會 也不知道會議的議程是甚麼 但俄羅斯國防部 就講一些俄羅斯國防的問題 以及講俄羅斯 可能是烏克蘭戰爭的問題 那就講妖那些盟友 你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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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正常不會來 是吧 廚房人會 廚房人就是會來的 你明白嗎 廚房人 廚房人就是會覺得 廚房人就是會覺得 現在 之前 我都說你國防部有問題 是嗎 我說了你是國防部 做事不妥當的 現在就要開會 是不是 我之前 之所以 又兵變又成 就是想跟你說 阿經仔 我就是說國防部要改革 國防部那個人是要解僱的 幾個人是要解僱的 那個秘書也要換 又不漂亮 整個阿嬸 整個軍隊都沒有士氣 他很多人有意見 他一看到有檢討會 原本已經是逃出生天的 死廚房人 他當然 他覺得 他覺得 經仔要意見 現在經仔終於聽別人的意見 我之前就是想給他一些意見 我就是想改革國防部 不然怎麼會搞得 我怎麼會搞得 又要 又要坦克車 又要整個部隊 又要 又要 穿州過省 我不想的 我不想的 他多頭也聽不到我的意見 但是他現在明白了 阿經仔現在也明白了 他也知道就是要改革了 要改革就是我最了解的 是吧 廚房拖廳是這麼想的 於是他就回去 好了 你很理會 普京 普京那天拿著文件 開會 拿著文件 走進去 其實是行禮如宜 你現在打仗陷入僵局 開什麼會都是這樣的 你沒有錢沒有彈藥港西 但也要做樣子 他走進去 真的讓他看到普利哥俊在那裡 他坐在那裡 大搖大擺地走進去 進來俄羅斯 哇 你這個虧 還來 沒有什麼 他來也不要緊 他還要在那裡發言 弄了很大搭的 弄了一個power pawn 然後又在那裡分析 你的國防部架構 然後又在那裡弄路 然後又說這個要炒 這裏那裏資源不足 那裏應該要多賺錢 那些 哇 你一直坐在那裏 喂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我之前 我形勢被人強 我放了你一次 後來你回來 還要回來開會 還要回來開會 還要走過來 又做power point 又在那裡拍我的頭 又說金仔 你自己想一下 那些 最後他又來拍我的頭 又乾頭 他又來拍我的頭 混蛋 你最後 之後還跟我說 還跟我說 握手 就走 握頭握鏡 我就說 我接下來去哪裡 去巴西 去巴西 我講的東西 你如果不記得 你剛才記不記得我講什麼 我錄了音給你的 你不用怕 我整個整個 你還放下USB給他 你剛才不記得我講什麼 我知道金仔 你這陣子 就不知道是露魂痴癌 還是什麼 你很多時候都不記得了 整個國防部 要怎麼改革呢 你看一下USB USB 是吧 緊似USA 很厲害 就給他一個USB 在那裡看 然後又說 你記得了 有個吩咐他 你知道吧 大哥 我也是幫你 我也是為你好 然後去到這裡 抱著抱著抱著 跟著 dado抱著 浮誤他 沒有辦法 沒辦法 那根本是怕 白俄羅斯反面 不行 我不行了 這樣針對撲處自己 沒辦法 敲把他 這樣就突 motive 這樣打就 zrobi Millennium 內地 為什麼呢 有什麼意外呢?其實我懷疑是未起飛 在停機坪那裡 未起飛就已經被迫擊炮打爆 是普京自己拿著迫擊炮 普京自己 即是旁邊的人勸他 他自己拿了迫擊炮出來 堅托式飛彈 他自己拿著堅托式飛彈跑掉 他自己拿著迫擊炮出來 他自己生氣到親手手印 你太生氣了 你以為真的放過你了 你還去叫我經濟 放下USB給我 還說這麼爛,怕他緊似USA 你多生氣 自己拿著迫擊炮追上去 叫一些手下殺他 那些手下都說不好 怕有些國際糾紛 他自己拿著迫擊炮出來 自己拿著迫擊炮出來 然後射救他 這件事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這件事 你會覺得很荒謬 為什麼之前不死,現在會死呢? 還有為什麼會這樣死呢?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你不聽我的節目 你就不肯死了 你聽我的節目 你就整個過程 因為廚房太老了 你別人聽不到這種分析 你不是說得很奇怪嗎? 他怎麼會去俄羅斯開會 沒有理由的 為什麼會去俄羅斯開會呢? 為什麼會去俄羅斯開會 然後還有一個俄羅斯 飛去聖彼得寶的私人飛機 還要這樣遇難 為什麼會這麼奇怪呢? 沒有理由 因為所有的國際分析 都沒有留意一件事 和我之前分析這個普利哥主一樣 大家都沒有分析到一件事 他沒有分析到那個廚房佬 廚房佬就是會這樣做事 廚房佬是覺得自己沒有錯的 他真的會回去指點江山 他真的會回去開會 他真的會回去跟普京說 你這裡不行,你這裡不行 那不殺你怎麼辦? 沒有辦法不殺你 那個形勢實力上其實是無法殺你 也可能會引致和白俄羅斯後裏 會有其他糾紛 但是沒有辦法 那一件事是否太狠狠 所以你說 不用問,不用審問 是不是意外 是不是有沒有這麼巧 是普京做的 普京親手做的 所有的分析都留意不到 是普京親手做的 OK? 拿著一個堅托式飛彈 撞到一個堅托式飛彈 撞到一個堅托式飛彈 旁邊的國防部都覺得 挺準確的 原來的武器還可以運動 原來的武器還可以運動 為什麼打烏克蘭的時候 不見了這麼多火力 在這裡的時候 你監促夾他 他唯有 唯有 有一點點無奈 他有一點點無奈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做 就是因為廚房佬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但是結局也是必然的 因為叛徒是必須死的 OK? 就是這樣 有沒有新課金? 沒有,暫時沒有 有三個 怎麼搞的? 我這麼精彩的國際局勢分析 全世界都沒有這樣分析 沒有人知道內情 沒有人知道內情 我就告訴你 課金總額600元? OK,好 喂 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稍後回來 第三節 看完節目 記得Like、Comment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